关心财经议题 接着是由DSG财税法事务所赞助播出的财经报导知 美国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宣布全新电动休旅车 特色是使用鹰翼式车门而且没有方向盘 由于智慧音箱热卖推升亚马逊股价收在1696美元 连续7个交易日创下了历史新高 日本软银宣布让出安谋 中国的分公司51%的股权总值7亿7500万美元 另一方面全球网络社群龙头脸书宣布 与中国华为的协议将在这个星期终止